6月6號諾曼地登陸 第一天 我們臺灣也發生一件大事 美國的運輸機 軍機 C降落在我們臺灣的松山機場 大家知道這個松山機場 它不但是民用 它也是軍用 混用 軍用機場 所以當然標題非常的聳動 美國的軍機降落在 臺灣的軍機場 而且更不尋常的是 說是說要來送疫苗 沒有送 我先講一下 說要來送疫苗 派了三個參議員來 送了75萬劑來 你知道那天我們討論新聞 大家討論完了以後 裡面突然有個小朋友說 那這75萬劑疫苗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呢 就大家很驚訝的看見 大家說沒有 還沒有來 因為已經給韓國了 很多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那麼大的一架飛機 都以為是為了疫苗嘛 所以才要用這麼大一架飛機 就沒想到這麼大一架飛機 裡面竟然沒有疫苗 空空的 這是我講到很多民眾 很多民眾真的不知道 裡面沒有疫苗 所以我們有責任要告訴 臺灣的民眾沒有疫苗 都以為裡面是有疫苗 都在問美國疫苗什麼時候開打 所以我看到一個分析家 他講了三個不需要 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說第一個不需要 是派這麼大一台飛機來幹嘛 這麼大一台 第二個不需要 派了美國三個參議員 照理說你只是來宣佈的 你在美國宣佈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 還有第三個不需要 就是為什麼要是松山機場 你在桃園機場也可以 松山機場就是司馬昭之星嘛 是 那個秀芳 我演一個戲給你看 演一點點 看演得好不好 跟朋友做評斷了 就是美國人大啦啦的告訴你說 我要送你臺灣七十五萬劑疫苗 其實七十五萬劑 占臺灣所需要的真的是 你杯水車薪啦 就臨頭 還比不上日本 我們還是謝謝他的好意 他說我們要送你七十五萬劑疫苗 好 那所以呢 這個臺灣的這些領導人 就浩浩蕩蕩的 就到了松山機場 蔡英文都去了 一堆浩浩蕩蕩都到松山機場去 然後在那邊等候 哇 規格高到這麼高了 然後來的只是 立法委員的降層級 然後但是我們已經用到 最高的規格了 最高規格在那邊迎接 結果這樣這麼龐大的 一個龐然大物就飛過來了 然後就降落了 降落了以後就打開機艙 然後呢人員就下來了 結果人員下來了以後 大家就很高興地握手對不對 握完手以後大家看你的禮物啊 因為一般來我們去拜訪客人 例如說我到您家去拜訪的話 空手道 我總是要帶禮物嘛 就是我們的寒線 我們要你好不好啊 大家都很好 要謝謝你了 辛苦了 一路辛苦了 然後但是講完了以後 我應該要開始看 因為你的禮物呢 你不是說你要帶 七十萬劑疫苗嗎 結果那個禮物 怎麼你的禮物都沒有呢 結果我在想 甚至很多人就探頭去 看那個機艙裡面 對 都在看那個飛機裡面 哇 應該是有冷戀嘛 才需要這麼大一架飛機 冷戀著這個 然後在那邊探頭探來探去 怎麼什麼都沒有 這個果然很有意思 假設哪天我去蔡老師家拜訪 我說賴老師 台灣的鳳梨好吃 我給您帶點鳳梨 好吧 他說好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到了賴老師家 我們都聊完了 他說那鳳梨呢 鳳梨還沒在我手上 那你說請問一下 是哪裡的鳳梨 台南的鳳梨還是高雄的鳳梨 不知道 那鳳梨什麼時候會來 也不知道 但我就告訴賴老師 我就去送你鳳梨了就對 有點這個味道 所以有點像 你要送我鳳梨 你跑到我家來 然後我給你請你吃飯了 然後你的鳳梨還是沒帶來 對 那賴老師 你可以跟我講 你何必那麼辛苦 你就打個電話給我就好了 或是Line我一下嘛 對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要派 三個人搭了這麼大一架飛機 下面是順便來的 從韓國飛過來的 在順便來 所以呢 很多民眾很好奇 蛤 沒有載疫苗 空的來 那請問載了什麼走 大家就好奇 第一個懷疑載了什麼走 那第二個懷疑呢 它是帶疫苗來的 還是帶口信來的 是不是帶了些什麼口信 否則沒有道理 派三個人特別飛到台灣來 而且特別是非軍機 而且蔡英文還要親自 到嵩山機場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聽到很多外交專家 還有外交學者批評說 這不符合外交的禮跟規範 完全不符合 因為你蔡英文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你怎麼可以到 親自到嵩山機場去迎接 這三個美國的參議員 那這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蔡英文政府 過去我們在跟大陸 每次強調要對等啊 要平等啊 還有尊嚴啊 還有這個階層啊等等 那這個部分呢 完全是不符合外交禮儀的 不符合 對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你不會對於這個國會議員 美國的國會議員來的時候 我們了不起一個部長 就吳釗燮去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到蔡英文去 更何況如果真的你要到處理的話 你請你的副手去也可以 但一般來講都不會到那個層級 更何況到了這個 松山機場的這個接待室啊 重點是在於 蔡英文還對於這三位 美國的國會議員做簡報 而且還站著做簡報 對 他們是做的 這個都已經有點超過了 如果說有一位 這個因為當時這個英公的 還有點肢體障礙 障礙他是做的 可是你另外兩位應該要站著 因為是蔡英文應該 既然蔡英文是站著跟你們講話 他們也應該要站著 你要不就是蔡英文坐下來 跟大家談 然後他們也都坐著 可是竟然是他們坐著 蔡英文站著 這第一點就不對了 我們剛剛講 第一個不對是 蔡英文不應該去 第二個不對就是 不應該站著跟他們做簡報 而他們坐著 第三個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是軍機來 而且吳釗燮馬上大啦啦的 然後民進黨的這些相關的立委 馬上就開始大啦啦的說 哎呀 這個是戰略轟炸機啊 然後這個是屬於這種 戰略投擲能力啊 然後美軍等於是要跟台灣 要有軍事同盟的 獲得了準官方的支持 對 就是這樣子一個情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想多了啦 為什麼想多了 用軍事的方式 跟各位做一下簡單的報告 這個飛機吸行量很大 載重量很大 它是很好的一款飛機 所以它可以一次裝載一個連 作戰連喔 106位戰士 所以它是也就一個連 它一架飛機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要投擲一個營 或是投擲一個鋁 它只要幾架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缺點在哪裡 它的缺點就是它飛得慢 因為它的航數最高 也就是800多公里 所以它飛得並不快 體積這麼大 然後沒有這個隱身的效果 第三個就是飛得慢 所以如果對方的防空能力很強 不管是陸基的防空能力 或是海基的防空能力 就是很容易就把它打下來 所以這款飛機 通常是在後方運載的 換言之也就是說 不太會拉到前線去 因為拉到前線去 除非美方已經掌控了 整個地區的絕對的空憂 然後把大陸的這一邊的 所有的岸上的跟海上的 例如說中華盛頓的這一些 防空的設施 全部都摧毀了 保證它的絕對安全 而且中國大陸的空軍 整個都被摧毀了 然後保證它的安全了以後 它才敢把這款飛機運到 就在松南機場降落 不然的話 基本上來講 你想想看 不管它從韓國 或是從日本 或是從關島 或是從菲律賓 起飛到台灣的這段航程中 隨時都可以被擊落 這架是屬於美軍的 15空運聯隊 它平常的駐紮地 是在夏威爾的 Hicken的空軍基地 這是它1995年 在美軍服役之後 第一次降落台灣 當然必要時 它可以載這些裝備 到印太地區等等 雖然飛得比較慢一點 但它可以短時間的起降 它可以用很陡的角度來爬升 還是有些戰術戰略上的 一些優異之處 但是我想請教賴老師的是 一個是 雖然是運輸機 但它也是美國的軍機 上面有這個 美國軍方的Mark標誌 那我們的松山機場 又是軍民兩用機場 所以這個部分 就被賦予了很大很大的 政治討論度 還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就是美國的軍機 降落在台灣的軍用機場 所以這個部分是 完全不演了嗎 這場大戲是演給北京看的嗎 我覺得美國跟台灣 現在努力跟民進黨政府 不能講台灣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不代表台灣 美國跟民進黨政府 現在努力要上演的一株戲 就是讓大陸不開心 換言之也就是說 怎麼樣去刺激大陸 怎麼樣讓大陸跳腳 怎麼樣讓大陸去做一些反應 美國跟民進黨是努力的在做 重點是在於美國操盤 民進黨執行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就給台灣帶來風險了 因為我們很快的就聽到了 解放軍就在東南沿海 開始進行海軍陸戰隊的 事不開心啊 大陸外交部已經表示 要嚴正交涉了嘛 大陸網民炸了鍋 事不開心 而且王毅在今天已經跟 韓國的外交部部長 已經打電話了 他在提醒韓國 也就是中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韓國提供韓國的軍事基地 讓美軍使用來介入台海 這個情況會改變中韓的關係 你講到韓國 當然台灣人民關注的還是疫苗吧 台灣人民可能不太關注 你大飛機啊 到底誰就是疫苗在哪裡 沒有疫苗真的到台灣 台灣人是很失望 那疫苗是送到韓國去了 因為我們很多疫苗 都是在空中嘛 在雲端嘛 蔡英文跟我們講了很多在雲端 陳時中也講了很多在雲端 陳時中去年12月30號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200萬劑 在口袋了 在哪裡 他說的啊 在他口袋啊 他說那這樣不夠 我們還要再采買1000萬劑 所以我們現在 所有到我們今天直播為止 也不過211萬劑 其他都在雲端 所以現在這75萬劑 美國送的謝謝他 但還是在雲端嘛 要到手的打到身體的 才叫做疫苗 但是很多人就想說天啊 那跟台灣的關係這麼好 我們連蔡英文都出動了 你也才75萬劑 但是他一下就給韓國101萬劑 而且韓國也沒有派很高的關係接 而且最重要是送到了 對 送到了 他是在我們的前一天 6月5號的清晨 清晨0點40分送到了 因為拜登答應要給韓國的軍人 打這個疫苗 那為什麼台灣的疫苗 就送不到呢 他那飛機那麼大 101萬劑加75萬劑 應該放得下啊 因為韓國跟美國的關係 是對等關係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不是對等關係啊 所以你看這個疫苗 事實上是 文在寅在5月 美韓峰會的時候要到的嘛 是的 但是當時要到才55萬劑 你看看拜登大鼻一輝 幾乎給他一倍 給他一半 要到兩針啊 對啊 他當時要是要50萬劑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我們剛剛講 柯文哲講話是滿接地氣的 他就一語戳破 本來我們看到這個民進黨 感恩在德啊 感恩待德 對不對 就是很感謝很感謝美國 我們是要感謝美國 如果真的疫苗送過來 對我們來講是個即時語 但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 蛤 我們吃萊豬買軍火 也就這75萬劑 而且還沒到 而且他講 而且還是AZ 對 他講一句話 他說重點不是how much 而是when 對不對 什麼時候到 沒有 還有一點 就是美國自己本身 現在有輝瑞 又有莫德納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給我們AZ呢 我覺得這點我們就不太能理解 就是說美國人自己不打的AZ 美國人也不接受AZ 所以美國人要把AZ往外丟 但是美國的莫德納很多 還有輝瑞很多 而且現在都剩餘都很多 日本也是給我們AZ啊 還是給我們AZ啊 這什麼邏輯啊 這就是大國的 秀芳 我們兩個如果是好朋友 我從小我媽媽教我一件事 我從小我媽媽教我說 要送朋友禮物 一定要送最好的 你絕對不能夠把要過期的 或是即將要過期的 或是你吃不完要丟掉的 即將要那個要給我 你不喜歡的 你才拿去送 你應該要把最好的人 去送給人家 因為這樣的話 代表你的誠意 好 那你想想看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我今天要送你一個禮物 結果我把這個要過期的 或是我不要的送你 那就代表我跟你 不是真的好朋友 要不就是我是一個非常 摳門的大富翁 那這樣子情形下 我們難道不 台灣難道沒有好好的 去想想自己 是什麼樣的一個地位 你看看日本跟美國 他們現在的疫苗 都超買很多很多 超買 嬌生現在 好多要丟了幾十萬劑 準備要捐出去嘛 這個拜登不是說 要捐五億劑嗎 因為美國人不敢打 因為嬌生的副作用太多 太多疫苗 所以多到他們又不想浪費錢 所以要不然就是轉讓 要不然就是送等等 但是即便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日本 美國給我們的 都是他們最不想要的AZ 對 甚至是南韓 我們看到這個年輕人 已經是禁打AZ了 對 所以AZ的血栓 真的讓大家文之色變 我們台灣也出現了好幾例 你想想看我們打疫苗 是要預防疾病 結果我們打疫苗 卻有蠻多機會得到血栓 然後得到身體的傷害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疫苗第一個一定是安全 你可以有副作用 例如說你溫度升高一點 或是你肌肉痠痛 那個都不會影響到身體 但是會血栓的話 那就是影響身體 血栓是會致命的 對 有可能致命 就是有好多人致命 所以為什麼日本也不能打 美國也不能打 是因為他們覺得 沒有理由打一個疫苗 結果卻把命送掉了 因為我打疫苗是為了保命嘛 怎麼我打疫苗卻把命送掉 所以為什麼打疫苗 它最重要的第一個是安全 我們再強調 例如說你有頭痛 暈眩 或者是肌肉痠痛 這個副作用都是正常的 都不會影響到身體 但是血栓是會影響身體 會影響生命的 所以問題就在於 沒有理由要去為了防衛 就是因為要安全 去打一個你有 即使是百萬分之一 或是十萬之一 五分之一的風險 會有血栓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看灰醉沒有聽過有血栓 莫德納沒有 大陸的兩款疫苗都沒有 然後但是就是因為AZ有了 因為這些疫苗 都是在很倉促的情況之下 做出來的 說實在的 做一款正常的疫苗 大概十年跑不掉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世界等不了 所以全世界都用 最優秀的科學家 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疫苗擠出來 那它的血栓的問題呢 我想一時半刻改不了 改不了 因為它要先把覆蓋率 覆蓋下去再說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像日本 像美國 還有我們講到 全世界很多國家 因為他們動員得少 他們有能力 所以他們可以讓 他們的人民去選擇 然後幫他們的人民去篩選 像比方說AZ就是被篩掉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美國跟日本 一個給我們100多萬劑 一個給我們75萬劑 都是AZ 都是AZ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怎麼辦 台灣民眾呢 等於是咬著牙去打 因為你現在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呢就是 可能會讓你得到血栓的AZ 可是我還是不想打 應該就是 還沒有解盲 或是解盲成功 你也不太相信的自產疫苗 自產疫苗我不會打的 那這兩個你打哪一個 都不打 你都不打 就是如果有機會 或是有可能到大陸 或是到美國去打 不然能怎麼辦呢 因為坦白說如果 因為台灣已經有發生血栓 韓國也有發生 那如果說在台灣 再有發生血栓 因為我們現在打的還不多 如果今天打的更多 例如說100萬劑 或者是你說打了500萬劑 而血栓的假設有五個 或是十個 那你就可以算出來 它的機率有多少 而且還不及血栓問題 AZ的保護力也是比較差的 它大概只有七成五 它就是七成多 但其他大概都到九成左右 所以你打了AZ之後 你不管是轉重症 或是得到的風險 其實還是比其他的疫苗 要來得高一點 是的 那又冒著血栓的風險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還是比較保留 坦白說你看 我完全沒有去想打AZ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民進黨 有很多有特權的人 已經開始在打AZ了 他們有的是打摩德納 他們有的要打摩德納 因為台灣現在有一些摩德納 可是還沒有完成檢測的療程 即將 他們已經在排隊了 對 這個有點太超過 我相信重要的人 應該是會打摩德納的 我覺得綠色特權 搞成這個樣子 實在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要造反 因為我們已經在排隊了 我們在排隊優選 都在排隊上 他就在排隊上 不是